7月22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阿富干表示 阿富汗·埃纳克铜矿将于周末恢复实际工作 从中国企业2007年中标至今已经过去17年时间 项目时常面临停工,政府腐败,政府换人,军事冲突以及中美关系影响 本该5年内完工投产的铜矿,整整17年居然还没有熬出头 虽然项目如今恢复,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埃纳克铜矿是世界第二大铜矿 同时也是阿富汗最大资源前景最好的铜矿 矿石量达到7.05一吨 平均含铜量为1.56% 含铜金属量1000多万吨 此外,美国地质勘探局曾发表过一份报告 报告显示阿富汗的矿藏量远超预期 单铁矿铸藏量就在51至61吨之间 在20世纪70年,苏联就曾开采过这座世界级铜矿 在2007年,中国企业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公司展开激烈竞争 不过最后还是中国企业赢得了埃纳克铜矿30年开采权 以及100%经营权 然而埃纳克矿区还有一个考古遗址 2012年7月,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提供100万美元的美国军方资金 名义是拯救佛教遗址 实则是谴责中国企业在施工过程中破坏文物 以达到迫使中国企业停工目的 直到如今的塔利班重新执政 埃纳克铜矿项目的相关工作才重新提上日程 阿关元表示 埃纳克铜矿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开采出第一批铜矿 正是由于西方国家扼杀了他们的经济 导致被国际孤立无法得到财政支持 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 塔利班高层多次向中方表示愿意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 承诺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利用阿富汗土地 对中国发起任何有危害的事情 中国对此也表示欢迎 在5月20日 阿林市政府代理行政副总理哈纳菲等官员 在不同场合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且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阿林市政府的做法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塔利班上台执政也有几年了 但是一直并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 在这样的背景下 塔利班没有能力改变美国对于阿的政策 更不敢冒险同俄罗斯结盟 因此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就成为了上上策 首先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完整的工业产业链 其次中国基建可谓是世界第一 最重要中阿史邻国 千年古道瓦罕走廊的建设工程 与今年1月才勉强完工 未来通过瓦罕走廊以及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贸易合作 才能使阿富汗打破西方国家的贸易封锁与运输措 这对阿林市政府来说非常重要 无独有偶 在塔利班重新执政后与中国互动频繁 率代表团访华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等 不过也不能排除他们存在一些小心思 想以这些为筹码换取中国在瓦罕走廊上的快速松口 如果阿林市政府真有此心思 那只能说明他们还有真的开窍 同时还没有真正了解中国 修路通车对于基建大国来说 这不难 难的是如果极端组织也利用其通道来对付邻国 阿林市政府可以做到保障安全吗 2022年12月12日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酒店遭到不明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数名中国平民受伤 2024年3月26日 中方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水电站项目遭到恐怖袭击 造成中方五名人员一名八方人员遇难 事后调查此事件 是由巴塔恐怖分子在阿富汗境内策划 自杀式袭击者也是阿富汗人 中方不止一次强调 呼吁国际社会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恐怖主义 敦促阿林市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 打击恐怖势力在阿富汗境内聚集 威胁邻国安全 中国市场庞大不假 足够容纳阿富汗的产品 但是中方需要的是稳定的中阿关系 阿富汗不能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土壤 安全是合作的基础 如今 爱纳克铜矿也走向正轨 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与生产 配套设施不可缺少 中国企业还将投资超过100亿美元 建设40万千瓦的火电厂 水源地泵站 临肥厂 钢铁厂 铁路 学校 医院 清真寺等众多公共设施 众多项目投产后 将会为阿临时政府 带来每年至少5.4亿美元的收入 还能解决5000个就业岗位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 把该解决的事情解决了 自然就会顺延到下一件事 我方人员也在现场表示 希望阿临时政府 可以保障阿国内局势的稳定 这样经济发展才能细水长流